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的正題是認識輻射 那大家對輻射應該在上課之前會有一些想像 那我就特別去找了很多的圖示 來讓大家回想 在上課之前大家對輻射有什麼樣的想像 比如說這幾年超級英雄的電影很有名 左下角這個是綠巨人浩克 右上角的是鋼鐵人 其實這兩個都是輻射的受害者 換另外一個方向來想 他們就是輻射的受益者 例如說鋼鐵人 他在電影裡面在漫畫裡面 他胸口的這個就是方舟反應器 那這個方舟反應器會散發出淡淡的藍色的光芒 那就跟我在做兒子燃料調運的時候看到的藍色的光芒是很接近的 那綠巨人浩克呢 在電影裡面漫畫裡面的設定呢 他是照射到阿法粒子 阿法粒子照射到之後產生血液的病變 所以他就變成了綠巨人浩克 常常也會有報章媒體去訪問一些名人 訪問一些名人 那這些名人當然就會針對他的所見所聞去發表一些意見 那當然這些意見可能是來自於他的信仰跟理念 他覺得這樣子發表是對的 所以說這個知名的主持人蔡湯永 他就在反合的遊行之中呢 他就提出了一個他的親身經驗 他說他收到了一個禮物 他收到一個禮物 那這個禮物呢是輻射偵測器 那輻射偵測器他就拿著輻射偵測器到處去量一量 到處去量一量 然後他的朋友跟他說 超過0.04的微西弗 10的-6次方西弗 0.04微西弗呢就是危險 這個地方就很危險 那他在台北到處去撤 發現比東京還要高 這兩句話加在一起就是 台北很恐怖 比東京還恐怖 這樣的一個推導 好那 我們在看這段描述的時候 可以想一想 我們到底對這句話的認識有多深 我們來試著傳說一下 那再討論一下說 生活中常見的輻射來源有哪些 大家對輻射可能有一些基本了解之後 還是會擔心說我哪邊會有輻射 哪邊會有輻射 那舉一個比較有趣的例子就是 坐飛機 那飛機因為離地面比較遠 離高峰比較近 所以他所接觸到的宇宙射線會比較多 宇宙射線會比較多 所以坐飛機 坐得越多的人呢 他接收到輻射性量會比較高 那我剛才提到我在電廠做四五年嘛 那大概吃七到八個好吸口 那事實上空服員 飛機的機長 在飛機上面工作的這些人 吃到的劑量是比我還多的 是比我還多的 因為他們接收到的宇宙射線是比較多的 就是遠途的這個飛機呢 所接收到輻射性量其實是比較高的 所以空服員跟機長還蠻辛苦的 因為他們時常在空中飛 他吃的機長也比較高 那另外一個是台北車站 大家都在台北車站 為什麼輻射機長比較高 有沒有一些想法 是因為台北車站人比較多 還是因為什麼原因 講到這邊的時候 我很喜歡舉一個例子 就是有錢人跟窮人 誰吃的輻射劑量怎樣 為什麼 因為他都吃那個國外東西 吃國外東西 劑量就會比較高 不是這個原因 有錢人他比較有可能去住 住在花崗岩大理石所蓋成的房子 那我們普通人比較窮困的人 就會去住那個水泥大概的房子 就是磚瓦來搭蓋房子 那花崗岩大理石所蓋的房子呢 他容易產生東氣 產生放射性物質 所以劑量就會比較高 那水泥啊磚瓦啊 產生的輻射劑量就會比較小 所以我就做了不當的連結 不當的連結就是有錢人吃到輻射劑量 應該會比較高 我們一般人吃到輻射劑量就會比較低 那台北車站為什麼劑量會比較高 因為他比較多花崗岩大理石的這個材質 他用的這個材質比較好 所以散發出來的冬氣比較多 吃的輻射劑量就會比較高 大概高三倍左右 謝謝